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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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 大家好 我是蔬食主厨 盛智 台灣的茶葉非常地有名 你知道茶葉可以入菜嗎 大多就是泡泡茶 然後吃個茶葉蛋 我覺得都太落伍了 我今天要做一個創意料理 看我的茶怎麼做出變化囉 好 準備三顆蛋 打到這個容器裡面 這種方式是家裡比較少見的 就是比較安全 很怕說打完第三顆之後 打到一個臭蛋 那怎麼辦呢 它就倒掉了 所以我們會兩個這個的 分離式的這個方式來打 好 看刻度的 大概是150克 那我們再加150克 大概是1比1的方式 把它做一個調和 好 那我們就用這個打蛋器啊 把它做一個攪拌 好 那我們燒一鍋水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蛋液啊 把它放到鍋子裡面 有一個步驟很重要 過蓋的選擇 所以我們今天做的有一種有孔的 可以讓它透氣的 這種蒸蛋呢 會來得比較平順 完整 那我們這個蒸的時間呢 大概會蒸個8到12分鐘 好 我們的蒸蛋都已經蒸出來了 那我們就開蓋囉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蒸蛋 非常的有彈性 好 這時候呢我們就把它拿出來嘛 對 因為我本身比較 比較會怕燙 所以我就拿這個紙巾呢 把它拿出來 好 蒸蛋蒸出來之後呢 其實我們上面會加一點芡汁啊 讓它整個口感是滑順的 所以我們準備了一些 像是菠菜啊 還有這個枸杞 是讓它有一個顏色呢 會比較好看一點 那我們用太白粉水呢 去做一個勾芡 然後淋上去 這道菜就完成了 觀眾朋友是不是覺得 煙燻是不是很難 然後煙燻完之後 整個家裡都是煙啊 然後而且不好清洗 沒問題 今天交給盛姿來做 讓大家做出 環境又乾淨 然後味道又香的豆包捲 第一步呢我們先熱鍋加入油 好 我們油多一點喔 好 紅蘿蔔先做個爆香 然後木耳啊 然後還有一些蔬菜 好 那我們就輕輕地炒 好 那我們在炒菇的時候 要注意喔 通常菇類它炒到最後面會出水嘛 所以我們在炒的時候 不建議再加水進來 不然炒到最後面 就變成有點像羹湯這樣 好 然後把它炒軟 加一點芹菜碎 炒軟之後我們加一點點醬油 好 讓它整個醬香呢 都可以提升出來 好 這是我們調一點這個太白粉水 做一個勾芡 因為本身如果沒有勾芡的話呢 我們再放料啊 它比較容易鬆散 好 我們準備兩個豆包 好 那我們把它攤開來 炒完這個料呢 我們把它鋪上來 那如果想吃大捲一點嘛 那就加多一點沒關係 好 把它捲起來 那如果覺得非常的燙呢 那我們就把它放涼 放旁邊一下子 我們再來做一個包的動作 好 接縫醋 我們準備麵糊 那麵糊呢 用中 高 低都可以 好 那我們豆包呢 已經捲完之後 我們等一下會下鍋 做一個煎的動作 把它煎到定型之後 再來去做一個煙燻 那我們這個鍋 加橄欖油 好 注意喔 朋友 這個 中間這個部分 我們剛才接縫醋 那我們先朝下 去把它煎到定型之後 我們等一下它的豆皮都不會鬆散 好 煎到金黃色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好 接下來我們準備這個鋁箔紙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 比較像是容器的一個形狀 然後裡面呢 我們會加麵粉 二砂糖 還有一匙的這個茶葉 好 把它攪拌一下 好 我們熱鍋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剛才調完的粉料呢 把它加下鍋 那上面呢 我會用一個這個鐵網 來做成一個隔離的一個動作 好 放上來 剛才煎完的豆包 那我們就蓋上鍋蓋 就可以開火囉 那我們火呢 用中火慢慢的做加熱 那一旦看到冒黃煙之後 我們就可以關火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讓它去做一個關蓋的動作 讓它整個煙的慢慢的沉澱下來之後 等個五分鐘我們再把它開蓋 它整個黃煙都沒有了 有事說它整個香氣啊 已經都慢慢的吸附到它整個這個豆包裡面 那我們就切對半 然後我們就可以擺盤 就完成這道煙燻豆包捲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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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